不可不知 千万不要和这些东西合影 否则招来横祸 佛菩萨也保不了你 有福源之人 留下一句好运连连 从此万事如愿 所求皆得 相信现在很多人都很爱拍照 尤其是女孩子出去旅游 朋友聚餐等等 然而 在这份记录美好的背后 或许隐藏着不为众人所知的微妙禁忌 让我们通过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来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 故事发生在2023年的金秋十月 一位网友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一段令人匪夷所思的经历 这段经历来自他的一位河南远亲 在那个举国同庆的国庆假期 这户人家选择前往巴里沟附近的 一处自然风光区进行家庭郊游 欢声笑语中 他们用相机定格了无数幸福瞬间 归家后 一切看似如常 直到一个月后 一个不经意的细节 引发了全家人的困惑 他们家刚满周岁的小宝贝 每当目光触及那张郊游合影时 便会异常激动地提哭不止 尤其是当这张照片悬挂在卧室墙上时 孩子的反应尤为剧烈 小手直指照片 泪水连连 令人心生一斗 起初 家人以为这只是孩童的韧性或是敏感 甚至将这一反应当作逗趣的工具 每当孩子调皮时 便以展示照片作为惩罚 没想到这招屡试不爽 孩子一听要看照片 立刻变得乖巧听话 然而 这种玩笑式的处理方式 却在一次家庭聚会中 被一位颇具迷信色彩的亲戚打断 这位亲戚听闻此事 立刻警觉起来 认为孩子对特定事物的恐惧 尤其是无端的强烈恐惧 往往预示着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在亲戚的坚持下 他们重新审视了那张 看似平凡无奇的照片 经过一番仔细端向 一个细微之处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照片的一角 隐约可见一座 矗立于山坡之上的牌楼 其位置并不显眼 若非刻意寻找 很容易被忽略 而问题在于 他们记忆中的那个郊游地点 根本没有这样的建筑 这一发现 让全家人心头笼上了一层阴影 随后 通过亲戚的介绍 他们请来了一位 在当地颇有名望的师父 师父一到 便静止走向卧室 接过照片 刚一触碰 脸色骤变 照片仿佛烫手山芋般 被他猛地置于地上 紧接着 师父点燃三根香 香火的形态 却呈现出三长两短的不祥之照 师父断言 这是家中 先辈的警示 预示着即将有灾难降临 师父建议 必须立即将照片 带至偏远 无人之地烧毁 最好是家族目的 已是对亡灵的尊重与安抚 他解释说 孩子的心灵纯净 能够感知到成人无法触及的世界 而那张照片 竟成了一个连通阴阳两界的媒介 据师父所言 那片土地曾历经饥荒 无数生灵涂炭 那座牌楼正是民国时期 为卫界亡灵而建 若非及时发现病处理 后果不堪设想 此番经历 不仅让这家人心有余悸 也让旁观者深感震撼 他提醒我们 在享受摄影带来的乐趣时 也应保持一份敬畏之心 因为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 总有一些力量 是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 那么究竟有哪些物品或场景 不以与之合影呢 这虽无定论 但保持对自然的尊重 对历史的敬畏 以及避免与带有负面历史印记 或不明能量场的物体合影 或许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和这些东西合影 后果很严重 一 古老物品的合影禁忌 当你踏入故宫的宏伟殿堂 是否曾幻想过坐上龙椅 穿上太监的衣衫 留下一张穿越时空的合影 然而 这样的行为 可能会让你陷入未知的麻烦 古老衣物 家具 乃至宫殿本身 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故事 随意合影 可能会触动某些不为人知的能量场 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二 与他人的合影 需谨慎 北方某饭馆 曾邀请一位长相酷似伟人的座堂 吸引无数时刻合影留念 然而 当这位座堂人离世后 与他合影的人 却遭遇了诸多不顺 这并非巧合 而是提醒我们 与他人的合影 尤其是那些具有特殊身份或气质的人 需格外谨慎 三 自然与古迹的合影之道 外出旅游 千年老树 百年老屋 无疑是吸引眼球的绝佳背景 然而 这些历经沧桑的遗迹 同样承载着历史的重量 与他们合影 可能会感受到一种被压制的感觉 此外 夜晚的镜子 墓地 以及塔的正下方 都是不移合影的地方 因为他们往往与阴性能量相关联 容易招引不必要的麻烦 四 特殊时间与地点的禁忌 怀孕期间 女性应尽量避免在阴气较重的地方拍照 如医院 坟场等 这不仅对孕妇本身不利 对胎儿更是潜在的风险 同样 拍摄睡觉时的人 尤其是婴儿 也需谨慎 以免将他们的灵魂射入镜头 而电梯内的天花板 地下室 以及老宅内的烟雾 都可能是未知力量的栖息地 拍照时需格外小心 五 神秘现象的捕捉与避免 隧道 山洞口等地方 常被视为通向另一世界的接驳点 与这些地方合影 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同样 以灵木为背景的合影 尤其是在下午三点以后 更需谨慎 此外 与久病不遇的人合影 也可能招致事与愿违的结果 六 摄影技巧与静技的结合 拍摄不含头部的人体照片 容易招惹阴魂附体 夜游食乱照相 可能会让不明物体入镜 对于突如其来的不明物体 也应谨慎拍摄 以免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同时 高压线 墙角边等地方拍照 可能会带来煞气和阴魂 野外裸拍 更是容易失魂招音的行为 七 风景照的禁忌 拍摄风景照时 同样需要谨慎 如果镜头对准了煞气很重的风景 那么霉魂很可能会被射入镜头 此外 老照片的翻拍也需要特别注意 因为某些照片可能承载着特殊的能量场 随意翻拍可能会带来不良后果 八 命理学角度的考量 从命理学角度看 命中五行深弱的人 更应避免去那些阴气较重的地方 如古代遗址 灵墓 宫殿等 这些地方容易招引阴气 对身体健康和运势产生不利影响 然而 对于像乐山大佛 峨眉山等巨型佛像 由于其具有强大的正能量场 因此拍照无妨 在享受摄影带来的乐趣时 我们更应注重的是对自然的敬畏 对历史的尊重 以及对生命的真实 只有这样 我们的每一次记录 才能成为真正有意义 充满正能量的美好瞬间 如果你喜欢今天分享的内容 不妨点赞或订阅我的频道 让我们一起探索更多关于摄影与生活的美好故事